好 伙伴们注意看 淡仔岛中的蓝色列车 它可以乘坐32只淡仔 一起参与巅峰派对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它是淡仔岛中 乘坐淡仔最多的载具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仔岛中 还隐藏着一辆 可以乘坐60只淡仔 参与巅峰派对的列车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辆能乘坐60只淡仔 参与巅峰派对的列车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吗 伙伴们 如果你在淡仔岛中 也坐过蓝色列车 参与过巅峰派对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蓝色列车载具 以淡仔岛上 所有的载具乘坐的淡仔都要多 比如说淡仔岛中的红色飞机 它里面只有一个座位 也只能乘坐一只淡仔 比蓝色列车乘坐的淡仔 足足少了32只淡仔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被隐藏起来的这辆列车 它可以乘坐60只淡仔 参与巅峰派对 那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 在淡仔岛的内测服版本中 发现了这辆列车 当淡仔匹配完成以后 玩家淡仔就会来到 巅峰派对的比赛现场 此时此刻 这辆列车 它就乘坐了60只淡仔 而我们可以看到 黄色淡仔乘坐的这辆列车 它是辆银色列车 所以说 在淡仔岛中 蓝色列车可以乘坐32只淡仔 参与巅峰派对 但是还有比它更强的 就是银色列车